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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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所有传产里面的第一名 我强调是传产 如果加科技业 它绝对不会是第一名 因为科技业第一名一定是红海 对不对 这个营收四兆多 绝对肯定没有一家公司能超过它的 所以我们就比传产就好 台化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统一 统一的去年营收是4300亿 所以排列第二 第三名又是台数集团的四宝之一的台化 它的营收是4078亿 第四名是中刚 中刚的营收是刚好4000亿 406亿 第五名的排名又是台数集团的四宝 就是南亚3330亿 第六名是宝城 做鞋子的宝城 它的去年的营收是2934亿 接近3000亿 第七名是统一超 7-11小七 它的营收是2449亿 那第八名是谁呢 又回到了台数四宝的台数 台数呢 去年的营收是2303亿 第九名是远东兴 远东兴是2284亿 那第十名呢 大家可能很意外 这家公司叫做三商行 你可能想不到三商行的营收有这么高 因为它已经转型出来控股公司了 所以它的旗下的投资事业非常的多 有保险 有名声用品 餐饮零售 制药 资讯服务跟证券 这些产业全部加一加 它的营收有2248亿 那其中最主要八成的营收是来自于人寿 我们就知道这个三商的人寿 这个是它最主要营收的来源 所以三商行呢 是第十名 所以听众朋友 台数四宝全部都在传产 这个前十大营收公司之列 那整个四宝的营收加起来 总共有1700多亿 对不起 1.7兆 1兆7000多亿 这样子的营收对台湾整个制造业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支柱 所以说一个气爆 一个爆炸案 我不认为会影响到台数集团成长的脚步 更何况 我觉得真正的关键 就是我今天这段时间 要跟听众朋友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台数集团在美国的投资 各位都知道 鸿海在威斯康辛州 宣布100亿美金的投资 已经震惊了全世界 而且当时还记得吗 川普总统是在白空召开记者会 郭台铭是站在旁边 郭台铭当时还跟川普讲说报告总统 老鹰起飞了 老鹰起飞了 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在威斯康辛州的100亿美金的投资案 可以带动整个美国大老鹰 老鹰要起飞了 制造回流 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 可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鸿海不是台湾在美国最大的投资的企业 在美国投资最大的台商是台数集团 早在王永庆时代 就到德州去投资了石化厂 这个裂节厂 王永庆非常有金银眼光 不愧是金银之神 当初到美国德州去投资 的金额就是60亿 你看多少年前 台数集团就投资了60亿美金到德州了 到德州60亿美金之后 现在还在追加了50亿美金 所以光在德州 现在有三个蚁碗的裂节厂 这个三个裂节厂 可以一年生产将近300万吨的乙烯 各位都知道乙烯是制造 这个泛用这个塑胶品 非常重要的上游 最上游的原料 那这个乙烯用乙烷来裂节 它的成本比像在台湾生产乙烯 用氢油来这个生产 它是要低非常多的 大概只有二分之一的成本 也就是说用氢油净料 像六氢生产乙烯是用氢油净料 那氢油净料 它每一顿的生产成本 大概要600美元 可是用乙烯 每一顿的生产成本 只有300美元 那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乙烯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页岩油气井 不但生产油 也同时生产气 所以说用乙烯来列解 它的气是源源不绝的 那这样子的生产成本既低 而且量又这么大 使得台数集团在德州 加码投资已经超过了100亿美金了 所以光一个德州的投资 已经超过所谓的老鹰起飞 鸿海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了 那更何况 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台数集团 由台数化跟台化所主导的 到路易三纳州的投资 这个金额也非常的大 那这个金额加起来是5000亿台币 也是超过100亿美金的 所以说光是在德州 加上路易三纳州 台数集团的投资 就高达了超过7000亿台币了 这么大的一个投资金额 是在六轻的投资金额之上的 那在路易三纳州未来 也要兴建两座蚁碗的 这个裂结厂 那这两座蚁碗的裂结厂 同时可以生产 240万吨的乙烯 所以也就说台数集团 所主导的在美国的投资 乙烯一年到2025年 生产量可以达到超过500万吨 那5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两个六轻的乙烯生产量 六轻现在目前一年的乙烯生产量 大概差不多是不到300万吨 290万吨左右 所以差不多是两个六轻的生产量 换言之台数集团在美国的投资 就是两个六轻的规模 那这些投资将来所获利 包括的营收 都将溢注到台数四宝的营收里面去 所以你想想看在未来的5到10年 台数集团光是从美国 可以溢注回来的营收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我认为说台数四宝 是长期各位可以去考虑的投资标的 这是主要的原因 更何况台数还有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以及在台湾的六轻 所以说我想美国加台湾加中国大陆 三角的投资在全世界立足是非常稳定的 未经许者一定讨论 untable 在微信 广场上 虴